謝謝 你們不要激動不要激動 人家說啊 生氣就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 對這種沒有水準 隨便插隊的人 沒有必要嘛 我離鄉背景 出外打拚 答應我在故鄉的媽媽 要做一個有水準的人 你 什麼都可以說 不可以說我沒有水準 叫什麼 我叫小明 小明是吧 很好 你這要告吧 法院見 心動劇中的男主角 排隊勸架公親辯士主 只為了脫口而出的一句沒水準 還有走在路上撞到人說了 對不起也要被告 倒霉事情一件接一件 像男主角這樣需要幫助的人不少 市府法治局特別合法律輔助基金會 台中分會簽訂協議書 將提供民眾更便利的貼心服務 這10年的時間 我們替很多的弱勢族群 提供法律諮詢 以及訴訟代理或辯護的工作 這個經費都來自於人民的納稅 所以基金會一定秉持著照顧弱勢族群的宗旨 來服務民眾 從7月1號開始在15個區公所 辦理每週兩次的免費視訊法律諮 提供市民更完善的諮詢服務 局長林月早表示台中市在102年度 受理法律諮詢案件共有21,235件 數量居全國第二 也希望視訊服務上路之後 能夠幫助更多有需要的民眾 一選出來96位的律師 然後在各個地方 包括我們台中市的市政府 陽明大樓 各個服務中心 還有各個區公所 都有這個律師免費來提供服務 那我們的這個律師的這個服務 我們有做過滿意度的調查 那市民對法律 台中市政府法律輔助的這個 諮詢服務的滿意度高達9成以上 市府法律輔助顧問律師 都是經由台中律師公會 台中地檢署 以及地方法院審查臨選 全都有職業5年以上的經驗 透過層層把關 讓諮詢服務品質更有保障 九軍台中採訪報導